《蒙特索利教学》 教室理念的方式就是参观正在进行教学的蒙式教室 第一次参观蒙式学校的教室 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 他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教学细节 却因为教室里的氛围受到莫名的感染 每个教室有不同年龄的儿童 从三岁到六岁不等 有时老师看上去不是在关注整个教室的进展 就是在一对一的指导某一个孩子 大多数儿童都在忙着摆弄和琢磨自己手中的教具 他们看上去不同寻常的独立 做完一样工作后有序地把东西放回去 然后自主选择和决定下一个工作项目 教室的整体环境优美 色彩搭配艺术 架子上的材料有着引人入胜的外观和质感 家具都是适合儿童高度的尺寸 儿童可以轻松够到洗手台和挂衣服的钩子 孩子们看上去非常享受自己给自己准备的点心 大多数儿童都在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 有时长时间专注的重复练习一样活动 没有哪个孩子看上去觉得无聊或是无所事事 孟师教育特点中有一项常常被人忽视 他重视对儿童学会尊重 以及配合协作能力的培养 老师以身作则 在与儿童对话时 说话的语气平和而有尊重 如果有孩子需要用另一个孩子正在使用的教具 孩子们会学会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机会 儿童在集中精力进行一项工作的过程中 极少会被打断 精心设计的教具带有自我纠错功能 这样使得儿童有机会能够发现他们自己的错误 并及时纠正 孩子们的所有感官在整个孟师教育的过程中都得到充分刺激 孟师教育是一个国际化的教育模式 玛利亚·孟特索利曾经环游世界 把她在本土意大利和印度积累的儿童教育经验传播到这些地方 如今 孟特索利的学校和培训中心遍布全球 尽管世界各地的孟师教室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的基础配置大同小异 孟师教室使用的教材大致归为五类 实际生活类 感官发展类 语言类 数学类 和人文类 教材与教材之间有整体有序的逻辑关系 每一件教具也配有高度有序和有逻辑性的使用程序 这就使得孩子们得以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整理并形成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感官吸收知识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所有认知的行程都起源于感官接触 在孟特索利的教室中 老师经常被称为指导或是导师 导师在日常的时刻观察中了解并决定每一个孩子是否可以接受挑战 进入一个更抽象的概念接触中 与其说他在教导 不如说他在帮助这个孩子教育他自己 这种教学方法强调 在儿童准备好的第一时间 为儿童介绍新的概念 并提供帮助他自我发现和学习的工具 幼儿在学习独立的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掌握的技能 他们通常对自己能够独立完成一件事情倍感自豪 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 成年人通常会直接帮孩子系好鞋带扣上衣服来节省时间 然而尊重一个孩子想要独立完成自我生活料理的意愿 是猛士教育理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猛士的教室里 通常会有很多练习实际生活能力的机会 教室里备有各种各样的衣着矿 包括拉链矿 扭矿 搭扣矿 蝴蝶结矿和暗扣矿等等 在观察儿童认真地学习每一个衣着矿 并乐此不疲地重复练习中 不难看出他们从劳动中所获得的快乐 当儿童意识到 他们练习的一项有挑战的技能 与他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就成为强有力的自发原动力 大部分成年人很难想象一个三岁或四岁的孩子 可以完成为引起抛光这样复杂的工作 然而儿童却对此类活动乐此不疲 抛光银器、皮鞋、铜器、甚至木块 不仅能够提高物件外观的美感 也能够达到直接锻炼儿童小肌肉群的目的 猛视教室中提供了大量锻炼儿童大肌肉群 和小肌肉群的活动能力 以及手眼配合能力的机会 看似简单的洗手 也包含了一系列逻辑清晰的程序 这包括先打湿手 再涂肥皂 搓洗 再用水冲 用刷子清洗指甲 擦干 然后打扫 儿童喜欢与水有关的各类活动 实际生活类教程中 有很多精细活动 直接挑战儿童不断完善对手部小肌肉群的驾驭能力 这些活动包括用小勺将豆子从一个器皿舀入另一个器皿 将米粒从一个罐子舀到另一个罐子 以及难度渐进地从瓶口大小不等的瓶子里倒水的动作 在这个过程中 即使水和其他东西洒落一地也不是问题 因为孩子们已经学会 如何打扫他们洒落在地上的水和其他东西 照顾好自己平时生活和学习的环境 是每一个孩子的义务和责任 学会用扫把和布局 清理桌子 以及给植物浇水 甚至插花 都是实际生活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每一个初级班教室的地板上 都有一个椭圆形的圈 这个圈不仅界定了孩子们日常活动中 全班集合时围坐的场地范围 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沿着线行走 并练习控制大幅度肢体活动的载体 猛式教室里提供了各种各样 让孩子们练习支配和控制肢体活动 以及物品的机会 这个孩子在用红棒进行一个迷宫游戏 在搭好迷宫之后 他小心地踏入迷宫的中心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 做到不碰任何一根红棒 这项活动可以有效地锻炼儿童的平衡能力 孩子们在试图掌握 有一定难度的活动中遇到挑战时 被给予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去自己不断尝试 同时 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导师能够掌握尺度 只给予足够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帮助措施 而不是替代他们解决问题 儿童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是通过感官接触的方式来吸收知识 玛利亚·蒙特索利是认识到这一点的先驱教育者之一 他坚信儿童需要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用来探索和发现自己的兴趣 正因如此 蒙特索利坚持教室的环境 一定要布置优美 其研究开发出的一系列教具 直接针对儿童敏感吸引 通过吸引并刺激儿童感官的方式 来达到心智开发的教育目的 蒙式教室里的一个常见教具 就是插座圆柱体 通过一组四套不同维度特征的插座圆柱体 儿童在将大小长宽高度不等的圆柱体 从相应的插座中取出又放回去的 直接感触过程中 感知并了解长度、宽度、深度和高度的概念 以及不同组合带来的直接视觉和触觉效果 这个教具也是自我纠错功能的典范 儿童在用手取出圆柱体时 其驾驭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的小肌肉群的能力 得到了直接的锻炼 这为日后的握笔书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粉红塔有十个从大到小的立方体 儿童在接触教具中 可以直接感触在三维中 大与小之间精准的差别 儿童通常会创造性地去尝试 与其他教具不同的组件搭配方式 儿童在学会将长棒一端 对齐从长到短有序排列的过程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根木棒尺寸的长短区别 并循序渐进地了解到 临近木棒之间的距离之差 正好是最短木棒的长度 从而进一步掌握单元的概念 蒙特索利依据多年的教学和观察经验 开发出的教具 循序渐进地将儿童从具象概念的感官接触 带入抽象概念的学习中 随着活动的渐区复杂和抽象程度的逐步深入 不断向儿童介绍新的概念 几组色版核游易入南地向儿童介绍 色彩的概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一组色版核包含三对三原色色版 儿童在游戏匹配过程中 学习三原色的色彩差别和名称 第二组色版核中装有22个色版 儿童在混合搭配的游戏中 进一步加深对色彩的识别度 第三组色版在对色彩了解的基础上 进一步向儿童介绍色彩明度的概念 具有挑战的游戏 包括把63块色版9组颜色 由深至浅或是由浅至深 有序排列组合成各类图案 四组红黄蓝绿单色圆柱体 相比较插座圆柱体而言 在抽象和复杂程度上 都给予了儿童更大的挑战 没有插座底座作为纠错功能参照物 儿童只能依靠直接的视觉和触觉对比 来寻找圆柱体之间的规律 这一系列教具在帮助孩子们 进一步掌握不同维度 大与小的相对概念的同时 也给予儿童更多空间 探索有创造力的组合方法 教材中有五套包含色彩编码的三角形 三角形三边中涂黑的一边提示儿童 可以将不同三角形 以黑边衔接的方式拼出新的几何图案 这一设计为儿童独立 并有建设性地创造新的几何图案提供了机会 当感官教材变得更加抽象时 儿童在视觉和触觉的直接刺激中 为日后需要理解的几何概念 建立了坚实的感官认知基础 感官类教材中的一些教具 为儿童理解生活中的数学概念 以及关联打下牢固的基础 以二项式立方体拼图为例 拼图中包含了二项式平方和立方的公式关系 尽管儿童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对数学公式的理解力 然而他却对如何解除 A加B之和的平方以及立方的数学公式 有了直接的感官认识 尽管这个活动较之以前的要抽象和复杂得多 拼图中包含的色彩编码 为儿童提供了自行组装和自行纠错的机制 变音筒教具包含两组分别为蓝色和红色的空心圆柱体 每组中的六个空心圆柱体 在摇晃时会发出音质存在细微差别的不同声音 儿童先从蓝组中任选一个圆柱体 仔细辨识其音质后 再试图从红组中找到音质与之完全吻合的那一个 与变音筒相关的一系列游戏 有效的刺激并锻炼了儿童听觉的细微分辨能力 教室里还备有两套打击乐钟 儿童不仅可以用它练习识别 从中音C到高音C的基础音阶 还可以用乐钟自由编曲 或是仔细识别各个音符之间的差别 教室中还配有多样化的触觉教材 触觉板用来帮助儿童识别粗糙与光滑等不同质感的表面 这个女孩蒙上眼睛正在用手感知重量板之间细微的重量差别 两组低管屏被儿童用来做各种辨识味道的游戏 在游戏中儿童学会识别甜 酸 苦 咸 这四个基本味道 类似的感官教材还有嗅觉屏等等 儿童通过感官刺激在各类趣味性极高 并富含挑战的游戏当中了解并学习日常生活常识 幼龄儿童对语言有着天生的自然学习能力 语言教程的重点包含对儿童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 猛视语言类教材英语部分的重点在于教会儿童每一个字母的发音 而不是止步于认识字母的名称 儿童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练习他们的小肌肉群运动技能 以及听力和视觉跟踪能力 这些技能的锻炼分别为他们日后成功进行书写和阅读 打下坚实的基础 语言教材中的字母卡和实物小模型被用来建立物件名称 与单词第一个字母发音之间的联系 儿童不仅在游戏中形象了解并掌握了辅音的概念 也同时建立起一定的基础词汇量 一旦儿童熟悉了基础发音 他们就可以开始学习使用沙纸字母板 通过用食指和中指描写沙纸字母板上的字母笔画 儿童开始了书写字母的初级学习 儿童在掌握了沙纸字母板后 可以在装有细沙的盆里继续练习沙笔画 直接刺激触觉的书写方式 加上只需将沙盘轻轻一摇 就可以让字母消失的有趣体验 让儿童对这项活动乐此不疲 活动字母箱可以用来拼写简单的单词和单句 原音与辅音分别采用强烈的对比色 儿童可以轻松感受到不同字母 在组合单词发音中担当的不同角色 一旦儿童学习并掌握了辅音 他们就开始接触字卡 以及与之匹配的小物件 来学习一些更为复杂的单词 绕着几何图形线板在纸上画线 可以进一步加深儿童对几何图案 以及比例这一抽象概念的了解 尽管如此 这项工作原本的目的还在于练习儿童握笔的技能 随着镶嵌板尺寸的逐渐缩小 儿童的技能也逐步提高 这为儿童日后掌握更为复杂的握笔书写技巧 打下坚实的基础 循序渐进的书写练习中 儿童逐步接触难度递增的挑战 尝试并掌握了在小黑板上写字的技能后 儿童会被要求在有画线的小黑板上 进行更有格局限制的写字练习 一旦掌握了这个技能 儿童会开始尝试用铅笔在纸上写字 英语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一些常用字母组合发音的学习 这个男孩正在通过匹配声音与图卡的游戏 来学习基本的音标 语言教程的一些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拼音的教学中 也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儿童在练习发音 图片字符识别 描画几何图形等 与语言相关的游戏活动中 潜移默化地形成对语言的整体认知 在这点滴的积累过程中 儿童会经历一个相当神奇的里程碑 他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突然间把他已经掌握的 看似孤立的各项技能串联起来 开始独立阅读 这一里程碑对儿童来说 是一个相当有震撼力的经历 他可以开始独立阅读了 猛试教室里长大的孩子们 常常会认为学会阅读是一件自发完成的事情 事实上 他们的确是独立地练习 并掌握了绝大多数必要的语言技能 当儿童词汇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他们开始感觉到不同的词汇 在句子中担当的角色不一样 并对句子的抽象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猛试教材中的语法标识 可以有效地帮助儿童认识 并了解句子的组成部分 黑色三角形图标代表名词的概念 形容词则用深蓝色小三角形代表 而动词则用红色圆形图标代表 红色圆形在形态和色彩上 都让儿童直接联想到 动词用来描述行动状态的功能 它是红色 可以把球踢上吗 可以把球踢上吗 大多数经历过传统教育体制的人 都会被猛试数学教程的丰富内涵深深吸引 从开始接触数学的概念时 儿童就有机会看到并摸到 一粒、十粒、一百粒 甚至一千粒珠子的差别所在 这为儿童形象理解数学中 量和单元的概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儿童对每样实物教具的使用 越来越得心应声 新介绍的数字概念 也会变得抽象起来 等到孩子开始接触到 抽象的数字符号时 他们已经对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思 有了深刻的理解 猛试教学采用在尺寸和形状上类似的 蓝红两色交替的数棒 进一步建立儿童对单元的概念 以及基数和偶数差别的认知 儿童在把每一个数棒排列起来的同时 开始建立每个数字与数棒之间的关联 一旦儿童完全理解了 从1数到10的含义时 他就可以开始尝试使用数卡和技术筹码 儿童在练习把正确数量的筹码 与数卡上的数字匹配起来的活动中 学习并掌握数量之间 递增或递减的序列关系 并学会使用筹码来算数的技能 这一游戏也可以用来在视觉上 形象展示基数与偶数的概念 在列出基数筹码时 列队的尾端总会剩下一个单支的筹码 从1到10总共55个筹码 如果儿童在数完后筹码不够或是有剩余 就说明他在某一处犯了错误 需要自行纠正 金色串珠以及彩色串珠 是许多猛式数学教材的基础 最初串珠被用来直接展示数卡上的数字 儿童在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时 就可以开始练习用这些材料来进行加法 减法 甚至乘法和除法等更为抽象复杂的数学游戏 游票游戏将儿童带领到更高层次的抽象数学概念中 在这一活动中 包含色彩编码的红色游票 替代了之前的彩色串珠 设计独特的金属圆形镶嵌板 被用来向儿童介绍数学分数的概念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等等抽象的分数概念 变得显而易见 轻松易懂 许多类似的立方体类教材 以及复杂程度更进一步的材料 在小学组的课程中也常常被应用 在这里 两位11岁的孩子 正在用蒙式三维立体教材 进行开立方的运算 蒙特索利的教育理念 建立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 儿童有很多机会接触有趣的参与者 比如家长或者老师邀请的嘉宾 他们会分享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 例如衣着习惯 饮食习惯和有趣的民间故事 这些孩子正在学习尼日利亚及其传统服饰 尼日利亚是他们今天学习非洲地图的内容之一 在这间教室里 一位母亲正在介绍她的祖国越南 孩子们在认识这位嘉宾的同时 也尝到了她亲手制作的正宗越南食品 人文类的学习活动涵盖了艺术 历史 科学 以及音乐的范畴 在这里 孩子们学会了如何根据空气 土壤和水域 来区分动物和植物的自然栖息地 区分并归类不同种类的岩石 是项非常受欢迎的活动 孩子们常常为学会一些复杂的词汇及其含义而兴奋不已 比如说火城岩 沉寂岩和变质岩 对蒙特索利教材越熟悉 就越能体会到以其理念为指导所设计的每一项活动 是如何帮助每一个儿童了解他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 通过有趣的匹配游戏和描绘活动 孩子们继续学习辨识世界地图上的各个州 各个国家 以及首府的名称和地理位置 音乐类活动是集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组织儿童学唱以成长、年龄、服装颜色 以及每个儿童生日为主题的儿歌 有助于在教室中建立社区概念 大部分教室都有一个安静角 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安静地阅读 或是参加安静课程的活动 蒙诗教育注重儿童对时间概念的学习 日历、星期和月份表在蒙诗教室中都是常见的教材 对时间概念的学习贯穿于整个从幼龄组到高中的教材设计中 儿童围绕时间表的概念组织并学习历史类常识 在学龄前教室中 最初对时间表这一概念的介绍 是通过描述儿童自身生命体验完成的 这个男孩正在庆祝自己的生日 在模拟地球绕太阳环绕一周的游戏中 儿童对年轮的概念有了形象而感性的认识 孩子们也同时学习了月份的概念 史前时间表是用来帮助儿童对较长的时间概念建立直接的感官认知 并从中了解在每个时期地球所经历的主要变化 人文类教材以时间表为主轴 将各类活动整体关联系 让儿童了解生命是如何形成 以及生命的个体间群体间紧密相关联的事实 这有助于在早期培养儿童对生命的尊重 并从中了解服务生活环境的责任和重要性 孟特梭利称之为宇宙教育 孟特梭利教学方法经历了上百年的测试 更新和成练 孟特梭利教育者们在儿童发展 以及观察的艺术上都要接受特殊的培训 在培训中 他们学习蒙氏教育的基础理念 以及教材有序的使用方法 他们是导师 指导孩子们在德 智 体 美 以及情商上的全面发展 在导师的指导下 每一个儿童都会接受挑战 并被鼓励去尝试和学习新鲜事物 儿童是天生的学习者 孟特梭利教师为保护每一个孩子内心自发的学习热情 提供了温床 为他们日后能自信地面对生活中诸多挑战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